2003年3到4月间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 以迅雷不及掩耳道尼响叮当之势 将曾经的中东小霸王伊拉克攻陷 战事仅仅持续了20天 藏起来的独裁者萨达姆 也于同年12月被美军抓获 并于2006年处以绞刑 从军事角度上来说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的一场完胜 进攻阶段仅有139人阵亡 然而在随后的占领阶段 无休无止的治安战 却让美军的阵亡数字上升到了近4500人 伊拉克的美邪郡更是阵亡17690人 更要命的是 当美国2011年撤军之后 极端组织ISS一度趁虚而入 封疆建国了 诶 这些不是讲五星天皇改造日本之旅吗 怎么扯到21世纪的伊拉克了 没毛病 我这是借金玉骨 同样是占领一个文化与自己迥异的国家 麦克阿瑟当年占领日本 和后来美国占领伊拉克 用了怎样不同的策略 导致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年种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1944年6月 美日航母舰队在菲律宾海爆发大战 美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日本彻底失去西太平洋制海权 用射死的恐怖 对日本人来说 不亚于真正的生物学死亡 所以自杀文化在日本特别流行 落实到二战战场上 就是日本士兵的投降率特别低 据刀中叙述 在北冕会战中 日军被俘142人 阵亡17166人 被俘阵亡比例为1比120 而且大部分被俘者 都是受伤或昏迷情况下被俘的 而在西方 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他们就会考虑投降 投降阵亡比例大约为4比1 很显然 在当时用日本文化开发出的战争驱动软件 效率极高 所以战争后期 神风自杀飞机 人操导弹 人操鱼雷的登场 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 提出了一亿遇碎的本土决战计划 绝号作战 而美国人也并未退缩 制定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没落行动计划 日本这边计划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 包括15到60岁的男性 17到45岁的女性 共年千八百万人 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 并已在1945年初 率先对全日本的713万成年男性 进行了动员 将尸团数扩充至169个 啊 这么多的兵 也让日本陆军有底气说 战败的是海军马路 我们陆军可还能打 然而日本毕竟是个岛国 治海拳一丢 甚于身经百战的陆军精锐 都困熟在海外 本土这些临时拉起来的乌合之众 即便都有决一死战的精神 但拿着弓箭长矛 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正规军对抗 无疑是飞蛾扑火 那此时日本到底有多少正规军呢 按照麦卡瑟的回忆录计数 1945年9月2日受降之时 日本总兵力共计698万3千人 其中本土驻扎兵力257万6千人 这样美国人按照硫磺 冲绳这些导战的惨烈程度 推导出进攻日本本土 自己需要付出百万伤亡 真的这么难打吗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硫磺冲绳首导日军 和本土决战日军的师团编号 数字越小 成立越早 作战经验也就越丰富 数字越大 成立越晚 新兵弹子 临时包袱脚的也越多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本土决战不可能继续复制 首导前线日军的作战水平 美国人对进攻日本本土的 这种悲观估计 一个是给自己打预防针 一个是为自己扔原子弹开脱 你看我们扔原子弹 其实是拯救了无数生命啊 1945年8月15日 当日本天皇以御婴放送的方式 宣告中战后 约有350名军官自杀 剩下的600万军人 以及1亿民众 尽管信仰崩塌 痛不欲生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 忍辱负重的狗活 其实面对难以接受的战败事实 下课上搞事情的日本军人 也还是存在的 但总体来说 大多数人还是听从了天皇的命令 从8月15日广播战败 到美国占领军9月初入驻之间的 免州空窗期 更多的日本军人在忙着销毁战时资料防止清酸 8月30日 麦卡瑟乘飞机飞抵日本海军后幕机场 这里曾是日本神风特空队的训练基地 大量神风队员就居住在附近 天皇广播战败后 驻扎在此的302航空队队长小元安明 一度带领部下抗命 并夹击到东京和横滨上控 抛洒鼓动市民反抗盟军的传单 最后他被强制送进海军医院 接受精神治疗 至麦卡瑟飞抵之时 事件已平息 而麦大帅在回忆录中 还是少不了吹嘘了一下 自己独闯狼穴 只身犯险的壮举 总的来说 此时麦卡瑟带领盟军先遣队 到横滨创立临时司令部 面对的确实还是一个 未完全消除敌意的日本 一直到9月2日 在东京万毕苏理号战列舰上的 受降仪式 美军都是高度戒备的 以防日本人不讲武德 反歌一击 好在最终这些都没发生 战时的疯狂 与战后的驯服 反差之大 让美国人颇为吃惊 麦卡瑟就高度赞许了 日本人的服从精神 也认识到了天皇崇拜 对控制日本的巨大作用 战后的日本 是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城市一片废墟 物质极度匮乏 民众挣扎在饥饿的生死线上 还有690万充满怨气的海外军人 和侨民 等待着钱返回国 如何让这个摊子烂而不乱 是麦卡瑟接手日本后 所要第一优先考虑的问题 所以他在遗失东京后 就第一时间公开声明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任务 并不是让日本勇士不得翻身 而是要帮助日本重新崛起 简单来说就是 Make Japan Go it again 苍儿你这个大狗鼻子洋人这样说 对日本人来说 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要不 帮天皇出来一用 麦卡瑟到东京后 他手下的参谋人员 建议他直接把天皇 传唤到他的司令部 以彰显他手中的权力 但麦卡瑟说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要抛却西方的仓吐 在这里东方的耐心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假日时日 天皇一定会心甘情愿地 自己上我这来 果不其然 9月27日 天皇御人亲自拜访麦卡瑟 并在麦卡瑟的司令部里 拍下了这张著名的合影 次日 日本的各大报纸 都刊登了这张照片 日本民众震惊了 其实仔细看这张照片 细节上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就是麦卡瑟这一大高个 给日本天皇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这样一个时期 刊登出这样一张照片 有着极强的政治隐喻 对比一下奥巴马 同样是个大高个 穿着姿势上的不同 就完全没有传达出那种 上下级般的盛气凝人的感觉 极具镜头感的麦卡瑟 正是用这张不经意的合影 向日本民众传达出了 看清楚 谁才是你们真正的天皇 啊 这个事当然必须是 看破不说破 名义上天皇 还是你们原先的那个天皇 但是得从神 还原成人 这就有了1946年元旦 遇人发表的人间宣言 所换来的 就是让其逃脱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的清算 麦卡瑟在回忆录中说 如果要把遇人列为战犯 那就再派100万军队 来日本才能控制住局势 我担心如果对遇人进行审判 甚至处于绞刑 整个日本就会爆发 反抗占领军的游击战 到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在日本 建立军事管制政府 就这样 天皇成了麦卡瑟 低成本统治日本的一个 高效工区 而对于日本天皇而言 做虚军也不是第一天了 没什么不习惯呢 1945年8月8日 广岛原子弹爆炸点天后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痛打日本关东军落水狗 苏联这170万大军 竟然来都来了 继续加把劲 从北边攻入日本本土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最后日本抢先投降 美国抢先入驻日本本土 但苏联意识形态 对日本渗透的威胁 一日存在 毕竟此时日本处在 名不聊生的废土状态 是赤化的潜在好市场 所以对抗苏联 把日本建成美国在远东的桥头堡 就非常必要 维持日本的传统国体不变 日本被赤化的压力也最小 同样为了维持稳定 麦喀瑟沿用了很多日本帝国时代的旧官僚 来继续管理 本来根据波斯坦公告的清除条款 所有在战前致力于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活动的日本人 不得再担任公职 并清除其在日本政界的影响 但麦喀瑟说 如此一来 许多有能力的从政人员将被清除出日本政府 如果缺少这批有才干有经验的政府人员 重建日本的工作将面临重重困难 所以这些被清除者的禁令很快就被废除了 那这么多东西都沿用旧制 有没有什么是破旧逆新的呢 有 首当其冲是新宪法的制定 原本制宪室已是交由日本首相碧原喜冲郎操办 但他从旧版明治宪法修订出的新宪法 仍然保持天皇纵览统治权的大原则不编 麦喀瑟对此予以否决 干脆亲自下场改宪 将天皇真正的设为虚军 成为了国家及国民一体之象征 而国家的最高权力 掌握在国会手中 并实行三权分立 基本就是将美国行政体系和英国议会制相结合 另外 麦喀瑟对新宪法最大的一项修改 就是废除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力 其实决定的说明了 不准其地雅那种 还是因为这种新的风格 然后再度设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相当于日本1934到1936年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9% 在这个烂摊的基础上 1947年经济增长了9% 1948年增长了13% 算是有所起色 但只能勉强吃饱饭 工业依然瘫痪 到了1949年 经济增长又减缓到2.9% 而且战后四年间 日本的物价已经上涨了150倍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 日本采拉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到齐的建议 将日元汇率与美元绑定 即360日元兑换1美元 从而稳定了物价 依对日本的出口贸易极为有利 但是这个时候的日本 出口给谁出个啥呢 哎 好巧不巧 1950年朝鲜战战爆发了 美国军方向日本工厂采购的订单 如雪片般蜂拥而至 从1949到1951年 日本的出口增长达三倍 生产额翼增加近70% 1951到1953年 美国的军事采购达20亿美元 约为当时日本出口的60% 就这样 日本人在惊呼着天赐娘计 老天的吉士语中 走出了战后凋敝的经济泥潭 当然了 这日本人的计 主要来自美国人的威 与苏联代表的红色阵营竞争对抗 成了此时美国人眼中的主要矛盾 一方面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 受益日本政府发动红色侵袭 约1.3万疑似共产党员 被从日本的各类公司力机构解职 然后就是成立国家警察预备队 为后来建立自卫队 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 在达阳彼岸的彼岸 与铁木的角度也在上演 经历了柏林空印 等于系列与苏联的激烈对峙 而麦克阿瑟认为 美国政府对自己管辖的东亚这边 重视程度不够 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 美国却袖手旁观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 麦克阿瑟才终于拿到了战争的令尖 至于战争过程 之前讲过 这你不再容输 总之对于人川登陆这种点 七作战 麦克阿瑟熟 二战都打了无数次了 但之后的内陆作战 他就不熟了 轻敌冒进被包脚的痛击 面对不利的战局 麦克阿瑟主要抱怨连点 一兵力不足 二作战不自由 他认你所说的自由 就是要攻敌纵深 将战事扩大化 也就是要进攻中国本土 甚至不惜动用原子弹轰炸 然而刚刚经历的柏林危机 让美国政府对苏联 及其领导的红色阵营 极为谨慎 在当时来说 相比工业基础厚重的欧洲 东亚地区实在记不起 美国为之与苏联拼命的欲望 但对麦克阿瑟而言 这个就是自己扩张影响力 和控制力的最好机会啊 从小小的日本王 变成大东亚王 不香吗 到这里 做一个将军 麦克阿瑟已经开始触犯 美国政军分离 权力制衡的底线了 矛盾的中心 从该不该扩大战事 转变为扩不扩大战事 到底谁说了算 1951年4月11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 正式将麦克阿瑟解职 随后这位公卫尘而身退的老将军 回到美国 受到了群众万人空巷级的夹道欢迎 并于4月19日 发表了著名的老兵不死演讲 用他最擅长的方式 为自己的职业军人生涯 画上了句号 麦克阿瑟一身绒马 用他自己的话说 亲身经历了20场重大战役 原来他最大的功绩 其实是对日本的改造 对比这些视频开头所说的 美国在本世纪初 对伊拉克的武力占领和改造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对日本的占领改造 可谓极其成功的 本来美国估计需要占领 日本20年以上 但实际占领时间 仅仅7年 到1952年4月正式结束 尽管此后一直致敬 美国依然在日本 保留一定量的海空驻军 但与伊拉克那种 天天需要打战然战的 陆军大部队相比 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虽然面对美国的武力安保 也有很多日本人抗议不满 但总体来说 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态度 可谓极为友好 以至于我们经常调侃为爸爸国 这倒不仅仅是武力强权所知 思想软件上的改造 也至关重要 这点上 相比于伊拉克的卸载重装 在日本的更新覆盖模式 显然最终效果更好 招和余裂 却是被保留了下来 从这部之前一度被恶搞的 1969年的日本电影中 就可以看出这一时代日本人 对先辈精神的怀念 然而怀念是制片方的用意 代表了经历二战的老一辈 吉祥教育的对象 是战后出身的新一代 那这种教育是否成功了呢 短期来讲 秉承着为国而战的精神 为国而劳 却有逼一 但长期来讲 为己而活 必战上风 回顾一下 以往在统计的各国城市化 达到60%的时间点 日本也是战后才完成的 事实上二战日本 虽然制造了航空母舰 和大河战利舰 这样的巨型工业武器装备 但这完全是靠透支国民 打肿脸冲的胖子 它的总体工业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战日本 地方势力总是越做越大 树大更深 明知维新之后 中央开始削翻集权 由于这时候底层民众本来就很惨 给他个精神通道 比如去当兵 那可不谢天谢地 再加上向外征战 为国逆功 画个饼 务实务虚的动力 就都有了 二战战败之后 美国延续了之前日本政府的削翻 继续将底层民众打散成原子化个人 并许以普选权 大家一开始还不适应 但经历了经济腾飞工业化尝到甜头后 那谁还愿意回到过去啊 一想到二战 那就是苦啊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高处的水往低处流 可以驱动轮机发电 困苦生活的人追求优越生活 才会努力奋斗 战前日本那些生活困苦的底层大众 对统治者来说 就是极好的人力势能啊 而且思想单纯豪稀劳 这就相当于你平地挖大渠 冲进满满的水牛 全都为你所用 再看看现在的日本 物质丰富的日子 已经过到地了 进入低欲望社会了 不愁吃穿的人们 将精力发展到文化上 已经是文化发达的泪卷化了 支流从盛 五花八门的思想都有 你还怎么挖大渠 统一思想 你的那什么主意 只是千千万万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瞎折腾的花样之一而已 作用的是需求金字塔的最顶层 人数当然就凤毛凝角了 而曾经拿那些主意来做全民动员 可都是要作用在需求金字塔的底层啊 这样想赢的人才够多嘛 好了今天从日本出发 讲到了人的驱动力问题 那下期咱就沿着这个思路 带你到更长的历史长河中 去求索 那下期会讲哪个时代呢 别忘了素质三年啊 我是阿力月 让我们下期再见